2月3日,一名英國男子承認犯下叛國罪。 該男子在老被立法庭上承認,他曾意圖傷害或恐嚇女王, 這使他成為英國自1981年以來第一個被判處叛國罪的人。 據悉,他在實行釋軍計劃之前,曾通過一則視頻解釋自己這麼做的原因。 我要殺女王,對不起,我要復仇。 這名男子名為賈斯萬特·辛格·柴爾,來自漢浦縣,現年21歲。 2021年聖誕節當天上午,柴爾用尼龍省爬進溫沙城堡內的私人區域, 準備執行他的釋軍計劃。 當他來到一扇大門前時,被值班的安全警官攬下。 這扇門是通往女王私人住所的主要通道,從不向公眾開放, 而當時女王就住在裡面。 檢察官透露,警方隨後還在柴爾前一晚入住的旅館房間內發現了十字弓的箭矢、金屬錯刀和其他物品。 警方對她家庭住址展開搜索之後,發現了面具、繩索和電子設備。 而被告之所以採取這些行動,是因為她想為被英軍屠殺的印度人復仇。 據悉,柴爾在試圖暗殺女王前四天錄製了一段視頻。 她在視頻中用經過特別處理的聲音說:「對不起,我要為我的行為和將要做的事感到抱歉。 我要去暗殺王室的伊麗莎白女王。 我要為1919年大屠殺中的死難者報仇,我是印度西克教徒。」 柴爾提到的1919年大屠殺也被稱為阿姆利澤慘案和英國之斥。 老貝利法庭獲悉,柴爾在試圖暗殺女王當天,把這段視頻分享給了至少20個人。 她的家人在收到之後通知了地方當局。 柴爾意圖釋軍時根據精神衛生法被拘留,隨後被關押在伯克縣一間安全精神中心。 檢察官表示,11月初劇的一份報告表明,其精神健康狀況有了顯著改善,她現在能夠認罪。 今天,她通過視頻出席法庭審判,並且承認了三項罪名。 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違反了1842年版《叛國法》第二條,即柴爾打算向君主發射、指向、瞄準或展示武器,意圖傷害、威脅或破壞公共和平。 此外,柴爾還被指控在沒有合法理由的情況下威脅要殺死他人,即伊麗莎白女王二世陛下,意圖讓女王擔心上述威脅會被執行。 她還被控在溫莎城堡持有攻擊性武器,即裝備了箭矢的十字弓。 柴爾將於3月底被判刑,英國對叛國罪的最高刑罰是無期徒刑。 有專家表示,根據1842年版《叛國法》對某人提出指控是罕見的。 英國上次用該法案是在1981年。